土耳其總里埃爾多安譴責以色列向敘利亞發動襲擊 塔尼班宣稱在巴基斯坦接近阿富汗邊界 一個選舉集會發生的炸彈攻擊是他們所為 有25人在事件當中喪生 埃及政府改租內閣 穆斯林兄弟會增加在新政府內的職位 3名疑犯因與3名俄亥俄州女子失蹤超過多年的案件有關而被當局扣查 菲律賓中部火山爆發有5人喪生 印度阿薩姆邦的居民合力救起一頭跌落山坡的小將 F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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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